追逐梦想 城市同行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卫视新闻 首先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及国际局势 印度卫生部4月份共记录了超过600万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感染总人数超过了1800万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印度的总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8万 目前 印度已经成为全球受新冠病毒影响最大的第二大国家 仅次于美国 在印度继续创下新增感染人数记录的同时 拜登政府表示 美国正在向印度发送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物资 以帮助印度抗击新冠疫情 美国的第一批医疗物资已经于30日抵达印度 这些物资包括1000个氧气罐 1500万个N95口罩和100万套新冠病毒快速筛查设备 除美国外 还有其他几个国家也将提供切实和广泛的国际援助 同时 美国也建议其公民离开印度 美国大使馆官网上显示 由于新冠病毒的病例激增 在印度获得各种类型的医疗服务正受到严重的限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表示 对于美国使领馆人员的家人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可以选择离开印度 美国华盛顿州州长杰伊因斯利周四表示 该州第四次新冠病毒浪潮正在风起与涌 这主要是由于新冠病毒变种驱动的 因斯利在媒体简报中说 最近的激增有可能导致华盛顿州的医院不堪重负 预计 因斯利下周将对几个郡下达新的限制措施 这些措施将迫使企业和教堂减少室内的容纳人数 在评估了公共卫生安全基准数字之后 因斯利将决定哪些郡需要退回其重新开放计划的第二阶段 西雅图所在的金郡的公共卫生官员预计 该郡也将被列入其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由于华盛顿州许多地方的疫苗供应超出了需求 需求的放缓导致华盛顿州州四调整其分配供应的方式 以确保向需求最高的地区输送更多的疫苗 以前 州卫生部根据郡的人口比例分配剂量 现在除了郡的人口规模之外 分配决策还将基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需求 自4月15日以来 所有16岁以上的州居民都有资格进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截至周四 已接种了超过520万剂疫苗 近30%的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而在俄勒冈州 新冠病毒仍在迅速蔓延 从周五开始 州长凯特布朗将把包括该州最大城市在内的15个郡 纳入该州的极端风险类别 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室内餐厅用餐等 布朗州长周四宣布 他将新冠病毒的州潜急状态声明延长至6月28日 他还指出 变种病毒正在推动该州第四次新冠病毒浪潮 导致俄勒冈州的新冠感染病例和住院治疗的人数不断增加 联邦数据显示 目前加州的病毒感染率是全美所有州中最低的 这表明了加州在对抗COVID-19大流行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根据CDC的数据 加州最新的七天新发病率是每10万人中有32.5人得病 而全国范围的比率为114.7 自去年春季以来 每日病例数一直没有达到如此低的水平 州数据显示 周日加州有1730名COVID-19的患者入院 其中403名接受了重症监护 这两个数字均是大流行期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官员们希望更多的疫苗接种继续使加州的病例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 预计到10月份将有足够的加州人接种疫苗 以使感染病毒的风险大大降低 并敦促民众在之前应更多的选择户外用餐 保持较小的社交圈并继续佩戴口罩 业内专家表示 卡车司机短缺或导致夏季加油站汽油供应短缺的问题 国家油贯车运输公司执行副总裁瑞安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在应对驾驶员短缺的问题 现在司机短缺的问题成倍增长 预计今年夏天成千上万被困在家中已久 刚刚准备踏上度假之路的大量居民将遇到加不到油的状况 问题并不是汽油原料迫在眉睫 而是将燃料运到加油站的司机供不应求 根据该行业贸易组织国家油贯车运输公司的说法 由于缺乏合格的驾驶员 车队中约有20%到25%的油贯车被迫闲置 燃料供应短缺也可能导致油价上涨 在洛杉短和长滩油价已经攀升至每加轮4.04美元 而一年前的每加轮平均价格为2.83美元 在近日由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所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 众多嘉宾就日益攀升的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阐述 根据去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报道 每4个女性之中有1人 每10个男性中有1人遭遇到来自伴侣及配偶的家暴 同时有消息指出 在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以后 家暴现象呈上升趋势 本次的研讨会有请到了多位来自反家庭暴力的非盈利组织代表 讨论针对在暴力家庭中施暴者 幸存者 儿童及移民家庭的预防及和解问题 尤其是亚太裔等少数族裔 在多数情况下作为弱势群体都面临着哪些挑战 对于如何有效地缓解这一现象 加州反性亲联盟的代表提出 必须从双方的观点看待问题 同时需要解决加害人跟受害者所面临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使用限制接触令来保护受害人 会议的主办方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也在最后呼吁 家庭暴力问题往往受到大众的忽略 但是却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民众应该多多关注身边的此类事件 追逐梦想 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ICTnews.com 我是穆子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